赛车和写东西 你告诉一下哪个更容易让你感觉到疲劳 那肯定是写东西 写东西是写的时候很疲劳 你写完了就不疲劳了 赛车是赛的时候不疲劳 你赛完了就会非常疲劳 其实我一直很多时候把写东西当做一件新事 就像写光荣日的时候 什么东西当做什么 一件新事 老会 其实我内心不是特别愿意写东西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写东西 就我觉得一来不写也浪费 二来我是的确有一些东西想表达想写 再来你不写 你光靠赛车的收入是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 这些都不接了 所以你就必须得写一些东西 这两个类集的极限你搞的都是什么样的 极限我都还没有感受到这两东西的极限 赛车的极限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极限 包括那个车 车也是这样 我们的拉力赛肯定会有所保留 你不能像场地赛那样百分之一百的开 旁边就是山和树 那撞不了一下的 写东西写到极限的话 那就状态就不好了 就写成像中国的好多作家一样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你好像说过一个就是说 其实赛车和写东西不好横向去比 是因为他们两个只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是坐着在干 然后别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点 好多人都问我这两个有什么相同 因为很多人觉得非得在赛车中得到一些灵感 然后从写作中得到一点什么沉淀 我觉得这些他们都太会想了 我觉得这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就像一个男的喜欢的两个女的一样 你没有任何关联的 我有点好像怀疑你 我在家想着这个事 是不是你会在赛车里头 赛车就是在这种开着之中 体育活动里没有想象力吗 完全不会跟写东西联系起来 它会有想象力很多 尤其是拉力赛在过弯的时候 或者很多超车的时候 你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 但它更多就是一种职业 我就从小喜欢 然后就去比赛 完全跟写东西不搭接 我挺佩服好多歌手 或者什么 北京也有一个叫明星赛车队 好多可能会从赛车中得到灵感 凡是从赛车中能得到灵感的 都说明不是专业的车手 好多说明星赛 broadcast